一剂断掉的手掌跨越千山万水,只为寻回她的主人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奇幻动画《我失去了身体》 故事要从一只断掉的手掌说起 器官贩子的冰箱里头放满了各种器官,其中就包括一只断手 尽管被冷藏了很长时间,断手依然鲜活如初 没有了眼睛的指引,断手只好像瞎子一样四处探路 最后还真让她逃出了房间 断手从楼上跌下来,落到了一个鸟巢中 然而鸟妈妈却不太欢迎这位不速之客 想要将断手推出鸟巢 就在断手要跌下去的时候,她却抓住了小鸟的脖子 断手牢牢抓住小鸟,最后却饿死小鸟和小鸟一起掉了下去 这样断手想起了自己不幸的命运 断手的主人名叫小五,小五出生在一个英式的家庭 从小就喜爱音乐和航天 她梦想至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钢琴家和宇航员 然而所有的美梦都在一场车祸中破灭了 父母都在车祸中丧生,只有小五一个人活了下来 从此小五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长大之后小五成为一名快递员 出生优渥的他根本做不好这份工作 经常挨骂 他和好友窝巨在狭窄的房间里头生活十分糟糕 镜头转回断手这边,断手被垃圾车拖走 半路上从垃圾车上逃了出来 他来到地铁站,险些被驶过的地铁碾碎 刚刚避过地铁,地铁里的老鼠又被血腥味刺激 像吃掉断手 好在断手捡起了地上的火鸡 这才吓退了老鼠 之后断手便跟着地铁向前驶去 他再次想起了关于小五的记忆 这天小五再次出发上路 不料半路却撞上汽车 摩托也被撞坏 小五赶到顾客家 顾客却说他迟到了四十分钟 不愿意给他开门 就在两人互怼的过程中 小五却隐约对这名叫小力的顾客 产生了一丝好感 回到断手这边 断手随着地铁躲进了一节管道 却被那里的蚂蚁赶了出来 最后掉落在一片湖泊中 断手发现湖面上漂浮着一个皮球 于是他牢牢的抓住了这个皮球 最后被小狗救回了岸上 小五的皮球正是阿力 是阿力的出现 让他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 看到了一丝希望 上次对话的时候 小五得知阿力在图书馆上班 于是他偷偷跑来了图书馆 在前台阿姨的提醒下 小五知道了这个 带着粉丝耳机的女子就是小丽 他一路跟踪小丽 来到了小丽的木匠叔叔家 很快小丽就发现了陌生的小五 为了掩饰尴尬 小五随手撕下门上的广告 称自己是来拜师学艺的 而木匠原本不再收徒 也许是小五的孤儿身士打动了他 木匠将小五留了下来 对断手来说 小狗就是在关键时刻 拉他一把的木匠 断手在小狗家中游荡 发现狗主人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 然而就在他沉醉在音乐里 是却不慎跌落下来 被主人当作老鼠赶了出去 这让他又想起关于小五的记忆 出席木工的小五 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新天地 他的记忆进步的很快 没多久就做出了精美的木雕 在这期间 他与小丽的感情也不断升温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天小五将小丽 带到自己做好的木头雕堡里 他向小丽表了白 还告诉小丽 自己就是那个送外卖的 然而小丽却觉得自己被套路了 他的木匠叔叔也被套路了 说完便气冲冲的离开了 镜头再次转回断手这边 断手举着一把雨伞 在大风中飘扬 他尝试努力去靠近自己的梦想 然而却被大风越吹越远 失去感情依靠的小五 就像在大风中飘扬的断手一般 不敢再对命运有所奢望 第二天做木工的时候 小五完全不在状态 一只苍蝇却在这时爬了过来 烦心的小五只顾着去抓苍蝇 没想却被机器碾断了手掌 这便是断手的由来 历经劫难之后 断手终于回到了主人身边 他想要接回到主人身上 让痛苦的记忆再次袭来 断手想起了父母的那桩车祸 原来这桩车祸正是由小五引起的 行驶途中 小五将话筒伸出车窗外收音 爸爸转身提醒小五 没想到就在分神的关头遭遇了车祸 从此之后 小五便在命运的深渊中 越跌越深 之后视角又转到了小丽这边 小丽发现小五已经离开 她来到两人曾经约会的木头堡垒 堡垒已经被大雪覆盖 小丽在堡垒旁发现了小五真爱的录音机 她打开录音机 开始仔细倾听小五的声音 就在这座楼顶 小五疯狂的向前一跃 去追寻那已经遗失的梦想 最后居然真的飞到了对面的吊臂上 只是这个结尾 看起来却如此的超现实 若是小五真的活了下来 断手又怎么会失去她的身体呢 这部2019年的法国喜欢动画 以一直断手的视角 回顾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片名我失去了身体 便是以断手的口吻讲述 影片中断手的遭遇 主人的遭遇不断重叠呼应 在一种浪漫事宜的氛围中 讲述了一个让人肝肠寸断的故事 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影片还获得了当年奥斯卡 最佳动画长篇提名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金星的解说就点赞关注一下吧